老戏骨陈道明究竟有多风流 在很多人的眼里 陈道明一直是一个气质清高 内心干净的老戏骨形象 可是要论起他的这些绯闻前女友们 可没有一个是好惹的任务 第一位屎兰牙 二人在拍摄作品围城的时候相识 陈道明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甚至毫不避讳的明确表示 屎兰牙这种气质干净 又温和的女人就是他心目中的理想妻子 只可惜当时的屎兰牙名气很高 陈道明在他身旁 又是最微不足道的一个存在 无论陈道明如何使劲 最后都没有能够抱得美人归 二人的这段感情 最后也只能是相往有一神女无梦了 第二位永梅 他和陈道明二人在拍摄 中国是离婚的时候相识 永梅当时的演技还较为青涩 所以遇到不懂的问题之时 就会请教陈道明 两个人因戏生情走在了一起 陈道明也曾公开承认过这段恋情 为了能够和陈道明更好地在一起 做他身后的女人 永梅甚至还渐渐地退出了娱乐圈 将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了家庭身上 只可惜随着陈道明的名气越来越大 他对永梅的态度也是越来越冷淡 最后永梅主动提出了分手 孤零零地离开了陈道明 八年的时间虽然就此浪费 但是在这之后 他却结识了王妃的初恋树 两个人对彼此很有好感 没过多久就走入了婚姻的殿堂 也算得上是一对圈内的模范夫妻 第三位左小青 左小青论起气质来说 和陈道明欣赏的史兰雅有一点相似 两个人都属于 比较有文清范的气质演员 所以二人在拍摄了同一部剧后 很多人都在传二人之间的感情 而一向坦诚的陈道明 这一次竟然选择了默不作声 左小青方面也对此 从来没有做出过任何回应 最后二人的关系慢慢远走 左小青也成为了 很多人口中陈道明的前女友 第四位梅婷 梅婷和陈道明二人 曾合作过作品《我的前半生》 在里面他就饰演了 陈道明前女友的角色 两个人的眼睛里面充斥着满满爱意 很多观众都认为 如果是在私下没有点什么的话 是根本无法表现出这种情感的 所以有很多人都感觉 梅婷和陈道明二人应该是恋爱了 只可惜陈道明对这段恋情 也从来没有承认过 唯一一个愿意待在台前的永眉 还被他就此放手 对自己的家庭生活更是无比低调 有人认为陈道明也不过如此 也有人认为都是圈内的一些露水情缘 不结婚也是情有可原 各位网友你们觉得呢